大局大力 新年 华伦天奴 美妆品牌 彩妆大使 坦剑刺你好 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 谭老师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可以看到今天直播的场景和以往非常的不一样 四周都是亮丽的橘色 你觉得这个全新的空间如何呢 嗯 我觉得非常的醒目和耀眼 很张扬 很有个性 很华伦天奴 没错 那其实在华伦天奴的色彩世界里 橘色是最接近太阳和希望的颜色 它象征着新鲜与新生 我不知道见次这次你对橘色的理解是怎么样的呢 我对这次的橘色给我一种非常温暖非常明亮的感觉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充满活力 非常吸睛张扬和出众的颜色 这个橘色在我的印象中是非常自意浓烈出彩的 也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美妆很契合 那这个颜色不也正是你本人吗 这个如此张扬和浓烈的颜色 正是华伦天奴美妆品牌特调的暖阳橘色 我们要通过这个橘色助力大家新年开局 嗯 即将到来的春节 大家肯定少不了和家人朋友们团聚会有各种各样的局等待着大家 比如说亲戚局 朋友局 约会局 那面对不同的新年局面 剑次你会怎么应对呢 我觉得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 都是自己比较亲近的人 所以跟亲近的人相处当然就是要做自己了 哇 没问题 那今天的现场会呈现不同的局面 想请我们的剑次身临其境的赴约 咱们一块来一个新年开局演绎 怎么样 没问题 那请剑次接受你的入局邀请函 并且请你来选择赴局顺序 哇 那我就先新年欢聚局 然后再到心动约会局吧 入局既惊喜 入局有新意 请再选择一份新年欢聚局的入局礼物吧 奔赴你的新年第一局 好 多拿点 欢迎剑次来到新年欢聚局 欢迎谭剑次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每次都超开心 先请坐吧 谭先生 各位 大家拭目以待很久的 谭剑次先生又跟大家见面了 他会多多的把惊喜和华伦天都美妆一块送给大家 嗯 说到过年啊 剑次大家肯定少不了就是走进访友 身体去看亲戚的这个过程 是 正好呢 其实我要邀请剑次这次和我一块和大家来演绎一段串门拜年 我们还原这个场景之前 我现在要向你叙述一个客观的真实存在 嗯 前两天见了面以后 我家里面的亲人看过我们的访问 然后他们就现在把本来准备去海南度假行程赶到了 光西北海 哇哦 所以这就是影响的力量吧 咱们今天一块带着一个力量继续影响大家来看我们的华伦天都美妆会给大家怎样别开生面的色彩好不好好 好那我们一块要开始来还原一下我们的场景好不好 OK 各位当我高手31过后咱就开始演了你是专业的多带带我啊 今次啊啊 啊就是演拜拜亲戚那种感觉 对拜亲戚 咱先设定一下吧 我演你个表哥堂哥之类的行吗 行啊行 好没问题 好 OK 今次请问你准备好了吗 好可以了 3 2 1 Action 哎呦 嘉年哥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新年好新年好 大表哥大表哥 哇小表弟这一年好吧 特别好特别好 太棒了 太棒了 今天专门给你带了那个新年礼物 这这真的好意思 哎 这绝对不起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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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是 是华伦天奴呢 我收着吧 啊哈哈哈哈 特意给你准备的新年礼物 哎呀 你送给阿姨送给咱的那个大姐 嗯 姐姐 他们肯定会喜欢的都合适 对 将来哥要找到对象送他给你更合适 是不是 有了他找对象都都快了 我跟你说心情不好的时候 看看剑瑟的戏和他的歌 心情马上就兴起来了 然后如果要是觉得不够漂亮的时候 就像我们的valentino一样 比个 v 生活就业起来了 对不对 一点点小心翼 加年哥那个刚刚说的这么好 不能白说 不能白说 那我可拿走了 我去怀里了啊各位 那这么说吧 剑瑟你这一年出去还特别忙 今年看了你这么多作品 让我笑的 让我哭的 让我紧张的 让我动感的 忙一年工作怎么样 顺利吗弟弟 工作还是相当顺利的 对 当然顺利了 我最近满世界能看到咱们家剑刺 拍的咱们家valentino的大海报和运广 哎呀琢瓷好看 而且我那天看你这海报上面拿着礼盒 都是和咱们这个特别漂亮的橘色的花在一起的 超级绚丽 新的一年嘛 橘色看上去呢又很喜庆 所以呢够局气 那我问一句啊 老弟 就是我现在拿着你送我这个华伦天主的礼盒 是不是就是这个当下最流行好难抢好难买的这个系列的 对 这就叫暖阳局限定版 立盒上面呢还镶嵌着橘色的花朵纹路 非常精致 不限定 我都不带给你送新年礼物了 天呐 演员当中的限定就是谈天次 beauty 当中的限定就是valentino啊各位 超级精致 哎 我问一下天次这上面这花纹有什么讲究吗 这上面的橘色花纹路呢是用盛放的数字金属花朵来呈现纯粹的高定色彩 是不是 是是是是是各位 这个礼盒其实我已经种草好久了 身为他哥呢 我其实一直follow他的脚步 但是我了解到啊 他是华伦天主写手瑞士数字艺术家 本质名 Buzi 特意打造的 而且寓意也非常的不错 剑刺这次真的是超级有心 打小就是孝顺孩子 人家为什么受这么多人的喜欢和欢迎 因为在家里也是好孩子呀 所以大家觉得我们俩刚刚演绎还行吗 露窃了各位不好意思啦 谢谢 好 我相信其实还是还原了非常多过年大家去串亲戚时候的场景啊 尤其这个礼物的推丧之间也是一种亲情上的推拿 那其实这关礼盒 剑刺 我刚刚觉得你介绍的让我觉得他啊 不光外观颜值特别高 里面的产品 来咱俩一块兄弟携手 里面的产品也特别到位 是不是 是 来我们打开之后剑刺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瘦一下就好 哇 都是这个暖一样的橘色啊 里面是有一个气垫 然后还有一只唇霜 嗯 华伦天奴很爱我们 剑刺手上拿着 让教练手上也能拿一下 没错 这个就是拿出来版本的活动的就是这两只啊 这个礼盒里面呢 有刚刚剑刺说到的这两款产品 一款呢 是华伦天奴的水光气垫 暖阳菊 限定版 一款呢 就是华伦天奴的唇霜 各位是唇霜哦 超级滋润 嗯 监测觉得这两款限定的产品的包装怎么样 首先我觉得包装的颜值很高 今天在那个活动上我已经强烈的去赞扬过了 哇 因为在就是这种包装就让人看着就很很想入手 然后呢 而且大家手里的分量和质感都非常的就像那种高定的美妆 因为我今天化妆的时候 然后我的化妆师就是摆了一排那个 Valentino 真好横 在在在那个在我的面前 然后我还拍了照片我说哇好好看啊 就是那一排又粉又橘 然后摆在面前那种感觉 哇 心情瞬间就好了 我明白见词想表达什么 各位你和心生愉悦之间只差白满座的Valentino Beauty了 各位 哦哎呦 颜值这么高真是棒啊 不愧是高定美妆 那其实呢高定美妆自带的大气和奢华感 咱就不用多说了 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的时候都把仪式感拉的特别满 相信我一个女生你但凡想要让她开心 把这个送上去的时候 她收到一瞬间生活就充满了Victoria 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我小小八卦一下啊 这次你在送礼物的时候 会不会时不时也自己加入一点自己的小巧词呢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会的会的 而且要看送什么人是吧 打比方送一个特别重要的 比如说一年以来帮助你盲目的女生同事 或者家里面的女生的亲戚 或者是女生的同学朋友之类的 哦那就当然要在这个包装上做一些精美的DIY 那咱咱给他盖上好不好 而且要亲自包装 哇亲自包装一下 因为有时候礼物不在贵重 嗯重在的是心意 嗯对不对 嗯 所以一般如果你只是单纯送这一个礼盒呢 那可能就是普通朋友或者是领导啊什么的等等啊 就送大表哥你呢 我肯定不能这样送哦 在这得怎么送 对 你看像这种花我得DIY就得往上割了 嗯 这放一朵哇 好 小时候不是经常你看这有个花吗 可以在这再放一朵 贴小红花是不是 哎你也想到这个 对然后 啊 嗯这样贴两颗贴两颗就好了 哇贴两颗的意味也很棒 代表好事成双 嗯繁花灿烂除此以外 刚花掉上蟹上的瞬间 我也觉得就是落地生花了 就没有你接不住的是吧 哈哈哈 因为看到剑刺我什么都能说得出来 好好好 那其实剑刺已经创作好了 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来剑刺拿在手上吧 嗯 哇超好看 哎这个你们赶紧截图啊 这已经是一副生花般的表情了 剑刺分享一下创作灵感 创作灵感 是因为它本来就是限定礼盒嘛 嗯 那加上这两朵花它就更限定了 而且品牌的 呃 新年有新意嘛 所以我在礼盒上用了品牌的数字花元素来进行创作 嗯 希望大家用了华伦天奴的产品都可以无暇热爱 一路生花 哎呀一路生花太好了 各位 对 这次真的特别有新意的设计了 过年的时候不光东西和产品要好 同时祝福也要硬 一路生花多棒啊 如果要是把这样有心意的华伦天奴的暖阳菊气垫 和它的唇双礼盒送给朋友的话 收到的人一定能够感受到新年的开局 仪式感已经拉满了 对不对 这次 是是是是 嗯 礼盒中的两款产品的颜值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高的 用来送礼呢 也很出众 再加上它里面的产品一款气垫和一只唇双 嗯 大家新年聚会的时候 我会经常用到这样的单品 所以说 又有颜值 然后又实用 非常的 合适送礼的一款礼盒 OK 在Beauty里面颜值和他使用兼具的就是Valentino 告诉我演员里颜值和实力兼具的男演员 他名字叫做什么 你们怎么还不好意思了 再来一遍 他的名字叫什么 太凶了 你们居然 再给我送八个礼盒给电子啊 好了 能不喊我都想喊 哈哈哈 大家其实在弹幕里面一定打着非常非常多 但监测的名字了啊 但其实呢 新年不不管是送妈妈闺蜜或者女朋友啊 什么礼物的话 其实就可以来选择这款暖阳局气的气垫的 我们的这个气垫和我们纯霜的这个礼盒 时髦开局一整年 这件事情都特别特别的新鲜 都非常的棒 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好 像我刚刚说这个花瓣掉到地上 他是落地生花 剑刺还用了一路生花 来表达我们这个气垫礼盒给大家的一个礼物啊 但是其实说真的 我想问问看 比如说一年里面和剑刺 奔波了一整年时光的所有的同事们 他们如果要是收到这个礼物 也应该超级开心吧 当然我其实我的同事们 他们都有在用 都都有收到 我每次都会给他们派发这些小礼物 留一份 留一份 嗯 是的 那其实就像剑刺一样 在这些礼盒上 我们进行DIY之后再送给朋友 把你心意传达给对方啊 心动的朋友现在可以点击我们下方弹出的链接下单 今天直播间下单礼盒加赠华伦天奴的 我们的红气垫LNR5克和我们的华伦天奴的 我们的断光唇膏217A1克 还有我们的剑刺的小卡一套和我们剑刺的明信片给大家 现在没有办法向大家展示 因为全部都在我们的仓房里面等待着购买的朋友 我们把它送给你们好不好 而且成为我们的会员加赠我们的气垫包 单笔满千元加赠气垫5克 此外还有橘理盒和橘理袋要给到大家 所以现在online下单的话 拿到手里 跟你们在专柜上买的都是一样的全套大包装和惊喜的礼遇 好 那刚刚其实我们也演绎了过年回家穿亲戚的情景 在幕的评论里 很多人在旁边我已经看到了说 天奴演的特别棒 是个好演员 那其实真的棒吗 我全程就哎 这一个词 你跟我这种业余的把戏都搭得这么好 能不棒吗 今天你的棒不是演 是引领我 好吗 天奴的棒不是说给大家成就美丽 而是让大家知道自信 好吗 好 谢谢 那其实我发现 天奴面对各种亲戚的发问 他其实都特别能从容应对 而且其实我看过好多件次的采访 他经常是帮助大局去扭转局面情商超级高的演员 所以我采访他是我非常省心的一件事情 我想请你给我并给大家支支招行不行 好 没问题 好 你看情商高第一个表现不拒绝我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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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像我自己啊 平时过年的时候回家的饭桌上亲戚们老问一件事 嗯 哎呀嘉年呀 一年都没见了 怎么感觉你啊状态怎么好像憔悴了点 还是轻瘦了呢 工作一定很辛苦了吧 为了不让家人和亲戚们好友们担心 坚持咋回答呀 我呀不是变瘦 是最近在努力的健身 每顿都吃的很健康 其实我这叫穿衣显瘦 哇 脱衣有肉 哦 好的 我接下来继续探索 帮你们探索 剑刺的下一步情商啊 很多人也会想到什么呢 就过年回家的时候要带点礼物给长辈 对吧 剑刺 你回去肯定得大包小六了哈 嗯 那剑刺觉得送什么比较合适呢 那当然是送华伦天奴新年暖阳局气垫纯霜礼盒 就非常的不错 既大气又体面还精致还方便呢 哎呀 而且这句话从谭尖刺的嘴里说出来 怎么那么信呢 各位是不是 我看很多朋友们还会纠结 就是要去参加新年聚会 到底选哪只口红合适呢 我现在从同事的手上拿下来我们的其中的两只 我们的唇部产品啊 这个里面呢 其实是我们的口红77A151R以及220A 待会我都会给大家去展示的啊 剑刺你先说说看吧 这几次 这几只我们的唇部产品怎么样 我觉得都很好看啊 嗯就是 呃我觉得是可以根据自己当天的心情和装装扮 去搭配你今天要涂的口红的颜色和妆感 哇你好识安奇道哦 但是剑刺其实 剑刺剑刺的唇色就是 我今天涂的是 虽然我平常老张扬 说不张扬 说我自己不涂口红 但是今天我确实涂了 我非常非常我要非常承认这件事 我今天涂的是 是那个111151151R 来我找一找 我给你找到啊 151R151R 哎就是这个了 对今天涂的就是这个 哎各位 你们看一下剑刺手上拿着它和用嘴巴呈现它的状态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嘴巴如果有滋味的需求 有气色的需求 用它准没错啊 嗯 而且其实剑刺 我想问问你啊 比如说如果要是想要气场全开的去参加聚会的话 剑刺会推荐哪个色号呢 呃 气场全开啊 那绝对是77A 那就是这个是不是 对对对 哦 一定会加这个 呃 就是从 今天我们在活动上 刚刚在活动上我也有跟大家展示嘛 就是说 它的颜色涂上之后 它是那种很嚣张的裸棕色 我 真的 我一涂上 刚刚剑刺说嚣张 我都好想跟他说 你嚣张个什么劲呢 你嚣张 对 他就是在 在脸上会显很有个性 这个这个这个人 对 而且他好像就是有一点橘色的感觉 对 如果要是没涂上它之前 就会觉得 哎 有点了无声趣 涂上以后就觉得充满希望的感觉 是是 也是这个暖洋局 很有生气的样子 哎呦 太好了 来 剑刺 请帮我关上它 哇 剑刺真的很会挑味 这个77A的色调啊 放到我的手的旁边 让大家看 77A的色调 它整体的浓郁 低宝 和他的这种裸掉的豆沙的红茶色 不管是薄涂还是厚涂 我刚刚是厚涂啊 都能瞬间的气质出众 怎么样 是不是够嚣张呢 所以在手部上就能看出质地很好 是不是 是的 显白吗 剑刺 本身就白 涂上就更白了 这孩子情商又升级了 真的是 让我很难做 因为我要好好精进自己的情商才行 但是有一点剑刺 刚刚我在我手上涂得很抱歉 我可不可以替你跟大家说一下 他的涂上去的感受 好好好滑呀各位 我手上涂上去的感觉有多滑 仅次于平时剑刺手的滑度 所以你们想象一下这个感受 你说剑刺手有多滑 涂了这个唇膏77A以后 说啊剑刺手就是这么滑 好 爱用者其实又给他起了一个新的外号 叫做新年招桃花色 用多说了吧 新年招桃花色还要说什么了呢 用了它新年不仅拥有新气色 还说不定能遇到属于你的那个他哦 好 确实是很有寓意的一支色号 就跟剑刺一样滑的口红 给米饭我一下吧来剑刺 多多的行商真是多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别的啊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去一些比如说社交距离更近的social的场合的话 又不想让自己太过张扬感 想要更具体的自然感的话 剑刺你觉得哪句不错呢 那我觉得就可以选择裸管纯霜 那其实要自然一点 你今天涂的这个气质就是对不对 对我今天涂的这个 你看因为我是男生嘛 我都敢涂就证明他非常的自然和裸感 而且时髦这件事你不用去学别的 看天天次就行 他真的是时髦 从穿大到beauty 相信他的这个最终的选择 因为已经在剑刺的脸上有展现了 他是低饱和纯粹是敷的裸掉 特别适合近距离约会social时去使用 就是你涂了他我就能禁用一句早年的广告词 就是你看得出我涂了唇霜吗 看不出来但是气色又很好就是他了啊 嗯对是怪不得说他是没有边界感的唇霜 反正他是我觉得无意之中啊 就是涂了他之后会无意之中跟跟人拉近距离的感觉 是你说这个其实我回忆一件事情 就是无论是在什么场合下碰到你 或者说很多艺人在的地方 我怕你一直都是笑着的 你有什么法宝吗 就是心生想要笑出来是不是 不是就是当你涂了这个这个唇膏之后 你自然而然就想笑就是 你就没法丧这个脸你知道吧 就是他就是地图他就啊 那个嘴角就上去了 哈哈哈哈 除了华伦天奴嘴角就变叶 好那其实这里有两支 两支我们的色号啊 151R暗字着迷和220A宿醉之后 如果想要打造白开水般的妆容的话 比较优雅温柔气质的话 就可以选择我们的151R暗字着迷 我来找找看是哪一支啊 别给大家涂错了 其实就是尖刺他现在嘴巴上涂的 就是素雅的一点的这个 对 你这词用的棒素雅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这支151R 这又是仅次于你手滑的这个滑 好滑 这个看我嘴就行了 对来各位看看我跟尖刺的嘴巴放在一块 它的涂厚和它上嘴的效果 因为人的每一张皮肤的温度是不一样 呈现的效果也不一样 所以大家看尖刺的嘴巴就能看到151R 但其实呢 220A宿醉之后啊 它其实呢也是一支风格跟151R有区别的 我给大家再试一下啊 来 它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有一种微醺感的玫瑰色 哇哦 哎呀 漂亮吧 这个就整体颜色很浓烈啊 对 很浓郁 比如说过年大家都想睡到中午好不容易放假了 对不对 但是亲戚十一点准就到你家串门了 你必须马上起床 两分钟就跟他们见面 你什么都不用干啊 只需要把这支唇膏涂在你的嘴巴上 这支唇霜就是你的见面唇霜 可以立即让你跟人见面 不会残形余色 所以这支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其实你看这个220的它是220A 它整体是预感微醺的尾素颜的灰粉玫瑰色 它不是那种艳俗的 它涂出来也是自然体气色的 你看它厚涂和薄涂的风格其实不一样 厚涂就有一种张扬的美感 一旦薄涂就会让人觉得 哎它这是嘴巴吗 怎么看上去像一颗葡萄 是一样的感受啊各位 嗯 对 就是涂上之后就有一种 它是摘不到的玫瑰的感觉 哈哈 好的各位 那三支口红风格百变 大家可以都尝试一下 那今天呢 新年限定福利也是非常丰厚的 在这请允许我来告诉大家 大家呢其实可以来点击我们的弹出的链接来下单 那买单支的口红的正装就会加赠给大家 当当当当 我必须把logo露给你们 加赠给大家我们华龙天奴的断光唇膏217A1克 啊送给大家 我们见次的小卡一套还会成为会员之后 还可以加赠气垫包给大家各位 千万不要忘记关注和加入我们的会员啊 谢谢 嗯 口红其实男生用起来还是有它的用处的 因为我是真的是 日生活中包括有时候工作我都是不会涂口红 嗯 拒绝对 但是这个1512我接受了 所以可以证明它真的是 对于妆感来说我觉得是低调的一支口红 嗯所以它是让你改变了自己的美妆观的一个单品对不对 嗯对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支口红有多么好谢 很多口红我们都特别担心啊是不是很难谢 会不会会不会花什么之类的 今天我拿的是一张卸妆的湿巾啊 给我三秒钟的时间 3 2 1 OK各位已经写好了这么简单 所以是非常容易着色也非常容易卸掉的啊 嗯好 新年欢聚局除了和家人亲戚的团聚也少不了和朋友们的聚会 据我所知的话剑刺作为一个哀人他真的是哀人大家毋庸置疑 只是他非常敬业而已敬业的哀人而已 你会了解我 你对你了解 对你会害怕去参加有新朋友的聚会吗 我我我现在其实不会害怕 早早些年可能会害怕那现在可能对于这种 我就会知道哦那我要 要做一下心理建设就好了 嗯对 会告诉自己反正我都去了我得开心点和大家一块愉悦啊 就就是 让自己 学会融入 嗯 但我觉得剑刺其实是一个他原来虽然会有一点点小射孔 但是他其实现在是更怕这个全局是大家射孔的 所以说会主动改变这个环境 你先给我一个很深的这样的感受 嗯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好 好这个游戏呢其实就是一个破冰游戏 就想得很重要了 那其实今天大家欢聚在这呢 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我已经听到里面的蒙娜丽莎的歌声了啊各位 都是朋友 所以说我的朋友 韩剑刺同学 和我们一块要来玩一个寂静大喊的小游戏好不好 好好这个游戏还是会的 呵呵我老看你在节目里面玩啊 啊这样 剑刺拿到这个耳机 耳朵里面是你的歌 不如今天你就带上他你来猜吧 好不好 好 嗯 ok 那我们呢 戴上这个格人耳机以后呢 好真的有声音的啊 不要不要不要 他是无线但是有声音 那这样你先戴上 戴上我看看我说话你能听得到吗 好 谭剑刺超级帅 谭剑刺今天穿的很好看 谭剑刺今天居然涂口红了 我的天哪 来吧 啊这剑刺听不到吗 ok 好没问题 那现在代表谭剑刺听不到啊 剑刺听不到 那现在呢剑刺单上这个游戏机以后呢 我们保证他听不到的情况下了 通过我的动作或者是我的唇语 请剑刺来观察然后猜测我说的话啊 你可以看我整个人也可以看我的嘴巴 ok 好的各位接下来我会说一些词 说出来以后让剑刺来猜我来比划一下啊 第一个 天哪第一个 来 小 炭火 你们不是告诉我剑刺不一定猜得出来吗 掌声鼓励吧 第一个就猜出来了 妈呀剑刺有多爱你们啊 小炭火天哪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剑刺可以猜出来了 好 看第二个 这第二个怎么猜的我该怎么办呢 嗯 他的意思是 他说你可以说话 我说话 你对你可以说话啊 第二个我们来猜猜看啊 这要怎么猜啊 他平时老把他拖在手上 在他的手上拖着的 然后旁边就站着 这什么狗 对什么狗 什么狗 你的 哦 带球 啊 你说完整是什么 弹力球 恭喜弹力球 好那接下来继续啊 哎 这个很简单啊 好了 没没没没没 歌唱歌 跨年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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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蒙娜丽莎 太棒了 天哪 还有两分钟时间 我就动了才完 下一个 哇 有一个品牌 Valentino 哇 yes Valentino 好来 咱来看下一个是什么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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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橘色 暖橘 暖阳橘 yes 暖阳橘 好来 接下来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大家特别期待的 你看 爱情 爱情 爱心 爱爱情 情 爱情 有烟火 有烟火 爱心有火 爱情有烟火 你的剧 你的新剧 爱情 有烟火 爱情有烟火 yes 还没播 所以说孩子一把子都期待起来了 再下来看一个 这好猜吗 这个 李一飞 我们来看他是谁 来 我姓李 李嘉念 我姓李 你是你是你 我是我 我姓李 你姓李 yes 然后 李 衣 李 李 一 李 一 李 一 非 非 对 霓非 呀 酷 再来下一个 白白色 白白 小白小雨 YES 我的天哪 这简直是个综艺大拿 接下来再拍 最后一个吧 水光气垫 掌声鼓励valentine的同事们 太棒了 各位 所有提卡上面的问题 谭剑刺先生在时间还没到的情况下 全部都回答成功了 来吧剑刺可以摘下你的耳机了 可以摘下你的耳机了 来剑刺 哇 姑娘告诉我一下 我的同事 是不是还有大概40秒的时间 天哪 你时间都没完成 你全部都回答出来了 全部回答出来了 哇 太棒了天哪 所以我们在这就特别希望的是 大家期待我们的李一菲和白晓宇 同事也期待我们的爱情有烟火 另外还有明年的三月份要上映的电影 请大家都一把子关注起来 今年今年 2024了已经 已经过年了 春节后的三月 对对对 请各位一定要一把子期待起来 哎呀谢谢天子 我觉得你真的是综艺大拿 完全难不倒你啊 大拿不敢倒 好 好 那其实刚刚玩游戏的时候 我发现这次对于 法兰天奴的水光气垫也特别的了解 我拿起来还没有比方 那你就已经开出来了 难道以后一样吗 也是这款水光气垫的小粉丝 你今天的底妆是不是也是他 当然 当然我都说了今天 今天摆了一 满满的一桌子 Valentino 情绪价值已经满格了 对 一开始在没跟Valentino Beauty 合作的时候我听说好像就是你的造型师 向你推荐他你被种草了是不是 是的 是的不止他了 还有包括一些 艺人朋友 对 然后包括他 对我的有一些演员朋友 演员朋友 就是一开始他们还不知道我 跟 是总成为大使 然后后来就知道了 然后就 就 崩了就说哇 我超爱用这个这个气垫什么什么什么的 一样的一样的 其实有特别多的人 现在已经成为他忠实的追随者了 对 但大家其实都是因为多多的推荐啊 那其实呢 这个案例呢 我们大家都特别在行 这款滑轮天奴的水光气垫 它其实打出来是自带水光的高级奶油机 不是那种感觉特别油的 是有一层一层水在你的脸上的感受 我给大家看一看啊 我能试试吗 今次可以可以 我来试一试 今天我的造型师也帮我用的是这一款啊 现在呢 我轻轻压直 压了两下 剑刺可以帮我拿着这个啊 我在手背上试一下 因为我呢 还是比剑刺的肤色要深一些的 给大家看看的深色的区别 你看我悄悄按一下之后 它其实就是上色度非常好 马上就在你的手背上形成 形成一个上色膜 然后当你用你特 呃 华伦天奴带的这款特别棒的粉扑 在上面 轻轻的拍打 你看 三下五除二 就可以把你手背上这些纹路 你看没涂到的地方 在这你看 一片暗淡 涂了之后一片高光生活璀璨 简直是太大的区别了 而且镜头可以拉近一点 看我这两只手上的区别 见此你也看一眼啊 客观的高左 涂了的这只上面的纹路都看不清了 对不对 这个是肉眼可见的 对生活的沟壑 仿佛与你没有发生链接 但是你另外一只手上 没有涂的这个就发现 生活的勾勾坎坎 全都与你共鸣了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它的这个补妆感和让你皮肤的好的质地 养肤级的粉霜质地 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再说一遍 它也是非常丝缎般稠滑细腻 在手上瞬间就会有丝滑的感觉 而且这个铺上去以后 你会马上闻到一种清新浮面 让你身心灵愉悦的味道 现在你闻这个味道是不是非常好闻 是的 好像就是水的味道 而且很轻薄 对 你知道水是什么味道吗 这个就是水的味道的感觉 好舒服 很轻薄 而且透了很高级的那种水光机的那种感觉 很自然 而且我现在还有一点 我现在不是正在演一个戏叫滤镜吗 然后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 就是一名彩妆的彩妆的博士 就是我是专门研究彩妆的博士 做这个的 你是研发者 是我是研发者 所以我我每天在那个 在戏里面实验室里面 我也会跟很多 这个真正的这种老师 专家们博士们 专家们去教我怎么去做这些 然后所以我刚才专门看了一下 这个气垫 确实啊这个弹网不错 这个配方之类的 现在已经是已经掌握了 对对对对 谭剑茨先生 你居然在挑战这样的角色 对因为成为了那个 算算算算 成为了大使之后 是吧 底气更足了是不是 啊用一个词来解解 解释这个现在的 现这个角色的话 其实就非常的相得益彰了 因为成为了 valentino 彩妆的大使 与此同时就演了这样一个 彩妆研发的博士的身份 那我就期待起来了 因为我是主持美妆节目出身 我希望到时候能够多多看你的呈现好不好 是是可以 好没问题 好那其实因为呢水光系列当中添加了 它非常精调的抗氧化的成分 还配比了融入光学科技 所以它是不会你涂上去以后一开始觉得 哎皮不好亮 后面按下去了 它不会的能够做到水光直妆一整天不暗沉 能干皮涂它也能秒遍水光机啊 所以各种场合都适合啊 剑次 绝对绝对在各种场合都是可以拿得出手 然后也轻松可以拿捏各种聚会 无距近距离的这种社交 这太棒了 而且其实这个白色大家看一下 显得更加简洁大气 橘色呢就是我们新年的限定色 不仅颜色好看玉衣也特别好 新年就要大局大力嘛 对不对 两款期间都是我们的严控党的必备 剑次觉得哪个好 我呀 平常 用这个白色的会多一些 那新年的话 当然要换上一些新皮肤 而且两款这两款气垫上的那个外壳 都印有这个Valentino的这个标志性的锚钉元素 就是这个锚钉 一加上就整个这个时髦感就来了 所以 所以就是拿在手里 就会有这种心情愉悦的感觉 很精致 是的没错 那其实大家选择这款气垫 或者我们的气垫和唇霜的礼盒 可以一起来带回家啊 新年送礼相信一定能够俘虏她的芳心 自用当做一个幸运和美丽的开店 祝福送给自己 我觉得当然也更好了 尖刺觉得也很合适吧 对 而且我觉得 气垫是非常适合干皮肤质的 冬天的嘛 冬天秋冬皮肤会变干 然后用气垫的话会比较滋润 是的 那这款水光气垫呢 其实我跟尖刺用的不同色号 它比我偏白一些 我用的是偏自然色一些 它一共有三个色号 粉调白细的肤色选 我们的L-I-G-R-R 然后自然白细肤色选择我们的L-N-R 那自然肤色选我们的L-A-E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情形选择 想要我们这一款 我们新年限定的水光气垫的朋友 可以点击下方弹出的链接下单 今天购买还加赠我们的华伦天奴 红气垫 我们的L-N-R 五颗 太好看了 随时拿多好看呀 还有我们剑刺的小卡一套 成为会员加赠我们的气垫包 各位今天没有现货不展示的 大家买就会得到了 好那喜欢的朋友们 请你们自行下单 刚刚和剑刺玩了破冰游戏之后 我觉得你这个爱人 其实也是可以为了这个场合 变成一人起来的 看到大家都非常喜欢用的水光气垫 一下子就打开了画匣子 那这个我这 我并不是一人 其实我也是爱人 但是我今天也是为爱可以变成我们的一人了 你也是爱人 我是爱人 我们的工作你能同频我对不对 但我碰到你 我是真的可以做一人的 因为你给我的能量很正面 所以我愿意和大家多分享 那很好那这次见次呢 新年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哪里呢 我要开始来问你的问题了 好 就是问题了 对可以了 我新年去的第一个地方 我新年在海口跨的年吗 因为那个晚会对不对 所以我新年第一天应该是在海口 飞回剧组的路上 我看到那天路透了啊 很帅气 但是其实我也好奇 那新年听第一首歌也不用多说了吧 就是那首吧 蒙娜丽莎 呀非常好 那大家会唱了吗 大家会跳了吗 这首歌也成为我晨起刷牙和运动时候的BGM 请大家要多多听起来啊 好那新年拍的第一张照片是什么呢 新年拍的第一张照片好像也是跟舞台相关的吧 嗯嗯 其实都是用蒙娜丽莎 其实像去年我用MG开了一个新年的头 那今年其实也是用蒙娜丽莎开了一个新年的头 嗯嗯 而且我其实特别喜欢你在社交媒体上发的 非常自然的照片 拍拍酒店楼下呀 拍拍自己对着镜子都自拍呀 记录一下生活 是的很棒很真实 新年收到第一个礼物是啥 就是华伦天奴暖阳局气垫纯霜离合 啊羡慕嫉妒但不恨哪 哇想要盖头我们剑刺的推荐给大家的新年礼物 就是华伦天奴暖阳局气垫纯霜离合的朋友 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下单了 那从我前面我们的演绎分享就可以看出来啊 今天的亲戚局和朋友局 剑刺通通应对自如 那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约会局 要剑刺来给大家一点意见好不好 那咱们一块走到我们的另外一个场子去好吗 好欢迎剑刺 嗯走喽 好嘞 那现在呢我们也到了我们的这个第二局 叫做心动的约会局 今年的情人节呢 其实也恰巧正好在我们的新年期间 那其实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也要想收获甜甜的爱情和浪漫的约会 我们今天就会见次来模拟一下我们的约会场景 见次我们先给大家分享一点小提示 OK吗 好呀 好没问题 那其实如果在约会上更加的出众呢 然后如果更加的出挑呢 从男生的角度 见次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大家的 我觉得 因为要约会嘛 那 首先你要保证自己的一个精神面貌 嗯 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呢 可以早上起来 健个身啊 然后洗个澡 然后让健身的目的是让自己出出汗 毛孔打开 然后代谢一下 然后让自己的变得更紧致一些 哇啊 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然后再把自己今天的穿搭做好 做一个帅气的造型 简单的用水光气垫画个底妆就好了 嗯 建议呢你这么说我刚刚这些我都有做到 那是不是代表可能我心里有可能脱单啊 我觉得很快了 我觉得 你刚刚说你是单身 我都非常感到非常惊讶 这个 嗯是啊 我也感到非常惊讶 可能今天做完Valentino的直播以后 咱用完水光气垫可能就OK了 对对对对 一会儿没准一会儿就在这现场可能就遇到了 啊 那个不好意思了各位 哈哈哈哈 那个大家吃亏了啊 好 那其实很有画面感啊 那其实毕竟约会嘛 这次大家都肯定会把自己亮丽的一面展现给对方了 对不对 嗯是主打的就是一个精致和亮眼 没错 那其实像约会这种比较近距离的社交 肯定都是想要让肌肤看起来很健康 然后透亮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都可以先用我们的水光气垫来化个底妆 不仅轻薄贴肤 而且还有肌肤里透出来的光 嗯嗯 是你你一拿出来补妆 哇这么亮眼的橘色外壳 就是很吸睛 嗯但是对方肯定会马上夸你很有品味了 那如果女生想要在约会里面吸睛得怎么做呢 女生想要吸睛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她的唇妆 哦刚刚那三只口红对不对 给大家推荐华伦天奴的三只口红 哎呀 就是有时候吧 你跟一个女生聊天 第一是看她的眼睛 嗯 第二就会很容易看到嘴上嘴巴上 对的确因为显气色嘛 对对对对 这次我们暖阳局的限定版的第一眼中 就让大家觉得这个气色特别好 我觉得不愧是剑刺啊 而且这次我们的华伦天奴的暖阳局 它的灵感源自于高定的秀场 象征着新鲜和新生 摩登张扬又时髦显白 每个色号又都是不一样的妆效的感觉 77A的嚣张有气场 嗯还有我们151R的温柔气质 还有220A的明媚张扬 不同的风格总有一只可以适合你帮你一句 handle全局的 所以请大家在好约会前一定要准备起来 我也想请剑刺这次对着镜头展示一下 约会的场景好不好 我们来拟人一下哈 好 又要演戏了各位 又要演戏了 没办法 这么会为我们塑造角色的剑刺 当然不能放过他 那约会当天你们见面以后 他说哎呀你今天怎么穿的这么好看 这是你会说 啊看向镜头是吗 约会嘛要来见你当然要精心打扮一下啊 这时你顺势拿出了精心准备的礼物 想给他准备一个惊喜你会怎么说呢 啊那天看到你在购物车里面放了华伦天奴的情人节礼盒 我想想你应该会很喜欢 所以就买回来了 不得不说这款礼盒 我觉得跟你还挺大的 像你一样明媚又有个性 哇对方表示欣喜说 这个礼盒搭配蝴蝶姐好精致哦 我可能记得不好 但我愿意为你亲自记一个 有谈见字菜 我怎么可能经得在现场被人看上和脱单呢各位 好对方表示很喜欢接过礼盒 然后会看到里面的气垫和口红 说到哇但不知道你选的色号对不对 适不适合我呢 哎 这个礼盒记好了 嗯然后就要送给你了是吧 嗯对的 不知道色号会不会适合我呢 见次你这个礼盒里面 你就是最好的 任何一个色号在你脸上 我觉得都是最美的颜色 哇 尤其他里面拿的是那只151R对不对 对 见次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款151R呢 因为我刚刚偷偷的在我嘴上涂了一下 我觉得他是比较低调的 比较裸调的 比较温柔清冷的颜色 就跟你的气质跟你的 呃状态都非常的搭 所以我就觉得 里面送你这个151R的口红是最合适你的了 而且还跟我一样 主要最重要的是跟我一样 哇 见次绝对是一个行动派 他是先坐再去说 他帮你试过最好的 便把最好的结果给了你 嗯 见次不愧是我们的品牌彩妆大使 理解非常到位 151R整体是低饱和裸调的奶喀色 那这只151R暗自着迷 薄图提起色 厚图显高级 想要为女朋友送礼的男生们选他 好那这时对方图上了151R 问道好看吗 见次 嗯 就是有点怪 啊 哪里怪 怪让人 着迷的 哇哈哈 都被撩心动了 好吧 他见次可以说是世事俱备 有备而来 屏幕前的男生们 你们学到了吗 那见次这次在送礼盒的时候 除了亲手包装 还会有什么小巧思 想要送给男生们治个招呢 见次 我觉得一定要 在里面再写上一些自己的话 那你会怎么说呢 亲手写 啊 就比如说 啊 首先你可以选择两种啊 就是我觉得 要么就是 写一张卡片 嗯 啊里面写一些你想对他说的话 嗯 放在礼物盒里 给他一个惊喜 嗯 要么就是给他的时候直接就 亲口说 亲口说是吧 嗯 比如呢 比如说 送他的时候说 咱俩都挺过分的 哪里过分 用了滑轮天堵之后 用了滑轮天堵之后 我觉得你过分的美丽 我过分着迷 嗯 不建议学啊 这个这个不建议 谭基斯 哈哈哈 我真的很感恩你这么忙 不然的话我不知道世界上 有多少人要成 嗯 ok 所以呢 手拿我们滑轮天堵的暖阳局 必须的 就是手拿滑轮天堵暖阳局 这局咱就得主动出击 哇我现在其实知道了 小烫火们喜欢你 到底为什么喜欢你了 而且我也知道喜欢你的朋友 为什么都想做棵树了 嗯 为什么是树 因为都想栽到你的手里 啊 谈这次真的跟你合作 我又欣喜若狂 又觉得压力巨大 因为这么情商高 会说话的男孩子呢 真的是逼我进步的一个挚友了啊 情人节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话 如果要是送我们的 Valentino 刚刚无论是这支唇霜 还是我们的这个底霜哈 你送他暗自着迷 他都会对你过分着迷 点击下方弹出链接下单 这款华伦天奴暖阳局限定版情人节的礼盒 加赠华伦天奴红气垫 我们的LNR5克给大家 还会加赠给 诶 建次帮我拿这两个 还会加赠给大家 华伦天奴的 我们的断光的唇膏217A1克 建次的小卡一套 以及建次的明信片 给了大家成为会员加赠 我们的气垫包 单笔满千元加赠气垫5克 还有局里盒和局里带送给大家 拿到手里特别有面子 OK好的各位 那刚刚跟建次 已经自由发挥了这么多 那我们就给大家送上一些新年祝福八件次 在最后 好那新的一年呢 希望大家 新的一年 我觉得首先要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喜爱 然后无以为表吧 就是怎么说呢 我 我会用自己的行动来回馈给各位支持和喜欢我的人 然后也希望大家新的一年能像华伦天奴一样 张扬 锋芒本色 勇敢的做自己 新年万事大局闪闪发光 我也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太好了 我们也特别期待建次之后带给我们更多更好的作品 今天直播间虽然要到这儿告一个段落了 但是建次用他的行动一直在告诉大家一句话 也请所有支持我们的无论是华伦天奴的我们的天奴粉 还是我们的小炭火大家都请一定记得 华伦天奴美妆可遇人间美丽3000集 谭建次的作品和陪伴大家一起可解万事里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Valentino会把上帝献给你的美丽和谭建次一起还给大家 祝大家新年快乐 再见